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微软最近开源的Jourus 一个基于ChatGPT控制AI模型的系统 有可能引领我们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新方向 最近,微软亚洲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一篇论文 介绍了一个大模型协作系统 这个系统提出了一种让大型语言模型充当控制器的新方法 让大型语言模型来管理现有的AI模型 完成多模态的复杂AI任务 并且使用语言作为通用接口 研究提出的Huppin是一个利用大型语言模型连接机器学习社区 例如HuppinFace中各种AI模型 以解决复杂AI任务的系统 研究者认为,解决大型语言模型当前的问题 可能是迈向Audi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目前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所以在构建Audi系统的道路上面临着一些紧迫的挑战 研究者发现,每个AI模型都可以通过总结其模型功能 表示为一种语言形式 进而引入了一个概念 语言是大型语言模型连接AI模型的通用接口 基于这个概念,HuppinF应运而生 它的工作流程包括四个阶段 1. 任务规划 使用ChatGPT分析用户的请求 了解他们的意图 并将其拆解成可解决的任务 2. 模型选择 为了解决计划的任务 ChatGPT根据描述 选择托管在HuppinFace上的AI模型 3. 任务执行 调用并执行每个选定的模型 并将结果返回给ChatGPT 4. 生成响应 最后使用ChatGPT整合所有模型的预测 生成Response 论文发布后不久 微软就在Github开源了基于论文实现的项目 Jardus 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微软表示,很快就会准备好所有的代码 运行Jardus的系统要求包括 Ubuntu 16.04 LTS NVIDIA GeForce RTX 30901 RAM12 GB最低 16GB标准 42GB全套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对这个开源的ChatGPT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期待他在未来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应用场景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次见,拜拜